接下来呢,我们来看一下ryugo表示目的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,上边啊,第九个语法里面我在讲的时候啊 其实这里的这个re呢,也是表示目的 那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呢? re呢,一般呢,就和gadawada一起用 就他后边啊,不会用其他的动词 常见的就这两个啊 但ryugo呢,就不一样了,ryugo后边啊,就可以接很多 那另外一个呢,也经常以ryugohada 这样的一个形式来使用 老跳出来广告呢 接下来呢,我们来看一下啊,第一个 明天啊,我打算和朋友一起上学 在哪呢?ryugohada ryugohada 但是呢,不限于啊,hada 其他的动词呢,也可以用 행사 때 필요한 물건들을 사려고 했습니다 我打算买活动的时候需要的一些东西 好,这是一个啊,另外一个呢,大家看啊,下边呢还有一个说明 那就是说,ryugo呢,用于实现起来相对困难 或者是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的啊,这样的一些事情 你看这上边啊 是吧 和朋友一起去上学啊,路上呢,也就要 费点时间 那这里呢,也是啊 就是说啊,什么意思呢?就专门啊 拿出这个时间来做这个事情 这样的时候呢,往往是用ryugo 那么这个呢,在中高级写作的第51T里边也会考 好,这个是第10个触及语法 那这次是対面的íb案 同时 我们的触及语法 就是这样的触及语法 这样的触法